今天交流这么个题目呢 叫三银两语发明述 谈的是明示诉讼法学学习入门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话题下呢 我们准备谈六个问题 就是在PPT里头能够进到的六个问题 那这六个问题呢 我原来呢是准备前面两个问题用40分钟 后面四个问题呢 用35分钟就75分钟来结束 因为刚才网络的问题呢 导致我们啊 大家都没有听到完整的一句话 所以我准备呢 前面呢压缩成30分钟 后面呢争取呢也用30分钟完成 那首先呢 我们谈第一个问题 就是明示诉讼法学中的三个概念 那这三个概念呢 指的就是明示诉讼 明示诉讼法 明示诉讼法学 那第一个概念呢 就是什么是明示诉讼 那这个词呢 大家应该说 在日常生活中都很熟悉 那诉讼嘛 他就是打明示官司 诉讼就是打官司 明示诉讼呢 就是打明示官司 这就是老百姓的说法 但是呢 从规范意义上来讲 明示诉讼呢 他应该是解决明示纠纷的一种方式 解决明示纠纷的一种方式 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跟其他解决明示纠纷的方式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明示纠纷的解决机制 那从内容上来讲 那明示诉讼呢 他指的是法院通过明示审判群的行使 组织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就解决明示纠纷 开展的活动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有哪些特征呢 有四个 第一个呢 就是明示诉讼活动主体中 有法院 这样的一个特征 就决定了 明示诉讼 与其他解决明示纠纷的方式的不同 第二个特征 就是明示诉讼 它是解决明示纠纷的 那这个特征呢 就决定了 明示诉讼与刑事诉讼 与行政诉讼的不同 同时决定了 明示诉讼的当事人 在对自己的诉讼权利 享有处分权 那明示诉讼的第三个特征呢 它表现为 法院和当事人的一定的诉讼行为 这样的一个特征呢 就决定了 明示诉讼 跟其他法律行为 和社会行为 它的不同之处 那明示诉讼第四个特征呢 就是 它具有程序性 那程序性呢 说明明示诉讼呢 它是解决明示纠纷的 一定的方式 一定的步骤 一定的过程 所以它有一定的阶段性 这就是关于明示诉讼的概念 那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概念 就是什么是明示诉讼法 简单的说 明示诉讼法 就是制度化了的明示诉讼 它是国家法律规定 要求当事人和法院 进行明示诉讼活动 应该遵循的行为规则 那这样的一门法律 它有什么性质呢 简单的说 一个它属于基本法 这一性质 决定了 明示诉讼法 在明示 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那明示诉讼法呢 它还是公法 这就决定了 明示诉讼 它解决明示纠纷 是在国家的公权力的作用下 第三个属性呢 就明示诉讼法 它是程序法 那程序法呢 那天这个周长均老师 跟大家讲 刑事诉讼的时候 提到了 它一个方面呢 它保障相关实体法的贯彻实施 另外一个方面 它有它的独立价值 这就是对明示诉讼法 这个概念的理解 那么为了加深这方面 概念的理解呢 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国家 信行明示诉讼法的主要制度 其实明示诉讼 它的最核心的要素啊 就是三个 诉讼主体 诉讼课题 以及 诉讼主体 作用于诉讼课题的方式 作用于诉讼课题的方式 因此 明示诉讼法的最主要的制度 就是诉讼主体制度 诉讼课题制度 以及诉讼程序制度 那诉讼主体制度呢 最核心的 就是法院和当事人 课题制度呢 所谓课题嘛 明示诉讼解决 明示纠纷 明示纠纷呢 在诉讼中表现为诉讼案件 诉讼案件呢 它是由相关的事实来构成的 那么事实问题 在诉讼中呢 就表现为证据制度 所以诉讼课题制度 就是证据制度 那么 主体通过什么形式 来对课题涉及到问题 来予以解决呢 它就是通过 明示审判程序制度 所以最核心的制度 就是主体制度 法院和当事人 课题制度 证据制度 程序制度 明示审判制度 下面呢 我们分别去这些制度 做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呢 与法院相关的制度呢 主要有三项 诉讼管辖制度 审判组织制度 审判群制度 那诉讼管辖制度呢 它最主要是用来解决 由哪个具体的法院 受理哪一个具体的 一审案件问题 它解决的是具体的法院 对某个具体案件 行使审判权的问题 对当事人来讲呢 它解决的是 发生纠纷之后 应该到哪个法院 去提出诉讼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中 有这三项内容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就是管辖应该尊存 确定管辖应该尊存的原则 第二个 管辖确定应该考虑的因素 第三个就是 我国性行法律 规定了哪些管辖 以及各种管辖制度之间 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们不展开来讲 我们作为问题归纳 提出来 大家呢 回去呢 对着相关的参考书 来解答这相关的问题 什么样 我给他盖过回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 就是 依据我国性行法律的规定 我国各类管辖制度 都体现了哪些管辖确定的原则 都考虑了哪些管辖确定应该考虑的因素 大家把这个问题记下来 以后在学习中仿佛进行思考 你把这个问题掌握了 思考透了 管辖制度也就掌握了 那么采取同样的方式 关于审判组织 我给大家盖过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国不同的审判程序中 审判组织形式有何不同 你把这个问题掌握了 审判组织的基本内容 你也就掌握了 关于审判权制度 同样提一个问题 就是审判权有何特点 相关的审判制度 它是如何反映这些特点的 这就是关于管辖制度 第二项制度就是当事人制度 当事人制度里头 同样有三项内容 一个就是当事人的设立 诉讼形态与当事人的设立 所谓诉讼形态 我们指的就是单一的诉讼形态 符合的诉讼形态 以及群体性的诉讼形态 那么它实际上是对应了 社会生活中 对应社会生活中 单一的纠纷 以及像这个一方当事人 有两人和两人以上的纠纷 还有群体性的纠纷 另外 社会生活中 有时候还存在着 对同一个群以 涉及到三方和三方以上的 当事人的纠纷 那诉讼上 就有诉讼中第三人 这样的一种诉讼形态 来对应 所以第一个要了解的问题 就是诉讼形态 与当事人的设立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当事人与诉讼标的的关系 很简单的说 决定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 的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当事人与诉讼标的资金的关系 就为什么他是原告 为什么是被告 为什么是共同原告 为什么是共同被告 为什么是诉讼中第三人 都是因为他们与诉讼标的关系的不同 那第三个 大家需要了解 或者把握的是 就是当事人主要的诉讼群力和义务 那了解这个问题呢 其实上很核心的内容 大家要了解的是 不仅仅要了解 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的主要诉讼群力有哪些 而且要了解 相关的诉讼群力 它的行使要符合什么条件 具体诉讼群力的行使 以什么方式 群力行使之后 会产生什么法律后果 这种法律后果出现之后 会实现什么样的法律目的 这就是主体制度 再下来一项制度呢 客体制度 客体制度就涉及到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涉及两方面 一方面呢 一方面呢 就是静态的 静态的 比如说 什么是证据 证据有哪些种类 理论上对证据有哪些分类 那么这些方面内容的掌握呢 你一个是了解它的基本概念的内涵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要予以把握的 是理论上的分类 以及法律上的分类 它有什么样的一种意义 你比如说 本证与 反证的发分 它对举证责任 或者说证明责任的分配 有影响 再比如说 法律上规定的 这八种证据的种类 那意味着 当事人 要用相关的材料 证明自己事实主张的时候 它应该都能够归入到这八种类型中 如果不能够归类到这八种证据形态中 它就不能够作为证据使用 再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证据的另外一方面 动态的制度 它实际上就是证据的运用 也就是证明制度 证明制度里头 从制度上来讲 它包括证明对象 证明责任 证明标准的内容 那具体的动态 它就包括证据 如何提出 证据 如何进行执政 证据 如何进行审查 最后 证据呢 如何适用到法院判决中 这就是证据制度 那证据制度 它实际上解决的是 案件的哪些事实材料 可以用来说明 案件真实的相关情况 那么 主要制度里头 最后一块 最后一块 是审判程序制度 我这里头列了个表 那这个表呢 它就意味着呢 我们要学习明示 审判程序呢 就是要搞清楚 这些审判程序 它具体内容 有哪些 而审判程序的设立 它实际上是解决 民事纠纷 应该通过哪些步骤 来进行处理的问题 这就是第二个概念 什么是民事诉讼法 那第三个概念呢 就什么是民事诉讼法学 那什么是民事诉讼法学呢 那民事诉讼法学 它属于法学的一个分支 它是以民事诉讼 和民事诉讼法的 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它探讨 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 研究民事诉讼法 设立它的特学性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科 那这样的一个学科 它有哪些特性呢 它主要的特性 有特征吧 主要有这么三个 一个它有理论性 民事诉讼法 有一系列的理论 包括诉群理论 审判群理论 法律关系理论 诉讼标的理论 计判立理论 证明责任理论 等等 那么大家学习 民事诉讼法学呢 这些理论都应该予以掌握 第二个呢 就民事诉讼法学呢 它还是一个实践性 很强的这么一个学科 所以你要学好 民事诉讼法呢 就要了解 民事诉讼实际 包括民事诉讼的 立法实际 和民事诉讼的 司法实际 第三呢 就是民事诉讼法学 它有一定的综合性 所以你要学好 民事诉讼法学呢 你要了解 相关实体法的内容 要了解呢 相关程序法 比如说 行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的内容 其他呢 比如说 社会学啊 心理学啊 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 所以作为民事诉讼法学的掌握呢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你要对其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要有所把握 方方面面 所以我们常常说呢 民事诉讼法学家呢 他有时候 还要经过是一个杂架 比如说 关于证据运用 关于证据运用里头 他会涉及到很多很多方面学科的知识 我这就举一个例子 我不展开来讲 大家体会一下这个话 我这写在这 我没有说 你偷了我的钱 这句话大家可以记着 我没有说 你偷了我的钱 那实际上呢 这句话 你重音在不同的字或者词上 他含义是有所不同的 大家回去呢 可以念一念 他怎么含义不同 去体会一下 我没有说 你偷了我的钱 这句话 那这里头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很简单的说 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法 和民事诉讼法学 他们是相伴相随的 就说民事诉讼 活动会发展变化 那么相对应的 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就要发生一定的变化 那与此相对应的 以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法 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 民事诉讼法学 它自然也会随着变化 这就是三个概念 我们做个很简单的交代 那但是呢 大家学民事诉讼法呢 这三个概念 一定要熟上加熟 除了了解概念之外 你要了解相关的特征 它相关的属性 那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谈谈啊 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两条主线 那应该说呢 民事诉讼制度啊 它设计的这两条主线呢 对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 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们前面刚才给大家提到了 就是民事诉讼 它是法院和当事人一起 或者会同在一起 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 解决纠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 涉及到制度的设立 那要考虑什么呢 我觉得它最主要的 就是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审判权与诉群的分配 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 民事纠纷的解决 在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 有许多事项需要予于处理 而这许多事项的处理 是比较多的借助 当事人诉群的力量 还是比较多的借助 审判群的力量 这是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设计 始终要考虑的问题 这么讲比较抽象 我们举例来讲 比如说 要解决民事纠纷 那就得确定诉讼请求 要解决民事纠纷 就要运用相关证据 要解决民事纠纷 在通常情况下 需要法院 做出判决 那么我们思考一下 诉讼请求的确定 它是比较多的 借助诉群的力量 还是借助审判群的力量呢 不用多思考 绝大多数的同学 都会得出答案 认为 它是借助诉群的力量 换句话说 诉讼请求的提出 主要是由当事人来决定的 相对应的 我们也就清楚 按尽裁判的做出 它主要是借助 审判群的力量 接下来 涉及到一个问题 证据问题的解决 是靠诉权 还是审判权呢 比如说 证据是怎么进入到诉讼状态的 当事人提供 法院收集吗 法院也收集 按照法律规定 法院也依职群收集 另外呢 当事人在遇有困难的情况下 还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法院 帮助于收集 那实际上呢 就通过这三个事例啊 我们就会发现呢 民事诉讼制度啊 它这样的一种设立 它始终要考虑 相关的事项呢 它是借助审判权 来予以解决 还是借助诉群来解决 那这样的一个主线 或者这样的一个分配 对民事诉讼来讲 它是特别重要的 为什么 这样的一种分配 它影响到 诉讼模式 前天 周老师给大家讲 形式诉讼的时候 提到 诉讼模式 它有当事人主义 有执群主义 另外还谈到呢 有混合式的 诉讼模式 那什么是当事人主义 什么是执群主义 很多教科书 包括周老师 那天也谈到 但他介绍比较多的是 他的表性形态 那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呢 决定性的因素 就是法律上规定 诉讼中相关事项的处置 是比较多的 借助诉群的力量 还是比较多的 借助审判群的力量 泛淫之 比较多的 借助诉群的力量 而确定的诉讼模式 就是当事人主义 模式 法律制度规定 诉讼中相关事项 比较多的 借助审判群的力量 形成的诉讼模式 就是执群主义模式 这一点大家呢 回去好好体会一下 就是诉讼制度 的设立 他始终在考虑 诉群与审判群的分配 但总体而言 整个诉讼制度 他肯定是这两项权力 两项基本群能 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只有审判权 或者只有诉权 那都形成不了诉讼 一定是由诉群和审判权 共同构定了诉讼模式 那诉讼中呢 要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一个主线 就是 案件的审理 需要处置的事项 应该在诉讼的 哪个阶段来完成 我们还以诉讼请求 证据问题 法院裁判 作为势力 大家觉得诉讼请求 应该在什么时候 予于确定 诉讼开始时 裁判什么时候做出 诉讼即将结束的时候 那好 我问大家 证据应该什么时候提出 可能大家呢 就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了 有的说 应该在开始的时候 有的说 在诉讼过程中 也可以提出 那么我问 一审结束之后 二审能不能提 二审结束了 打再审的时候 能不能提 同学们可能呢 就会觉得有点粉乱了 好像也可以啊 好像有一定的约束啊 不可以啊 可以不可以呢 这实际上就要考虑了 证据的提出啊 就进入到诉讼状态呢 世界上经历过 证据随时提出主意 到证据事实提出主意 也就是说 对证据的提出 有了 实际上的 或者说阶段性的 这样的一种 原则性的要求 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要求呢 如果展开来讲 有很多问题 需要讨论 但实际上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关于证据的提出 你说是在开庭 审理之前提出好 还是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提出好 你说实际上你都可以提啊 那为什么现在说 如果证据比较多 原则上 应该在开庭审理的时候 进行交换呢 既然开庭审理也可以 为什么原则上 到开庭审理之前 来完成这个活动呢 这就涉及到 诉讼价值中 效率的问题 大家想一下 我们说的很通俗一些 提琴准备 时间更宝贵 更值钱 还是开庭审理的时间 更宝贵 更值钱 我们别的不说 就从人员参加上来讲 停庭准备啊 就是开庭之前的准备阶段 你进行证据交换的时候 当事人可以去 也可以由当事人代理人去 组织证据交换的时候呢 由一个审判人员来主持 苏静云在场 这就可以了 而开庭审理的时候呢 如果说是 合议庭审判的话 他要合议庭所有成员到场 另外开庭审理的时候 证人啊 禁定人啊 刊业人员啊 等等 都需要到场 因此 同样的一段时间 比如说 一个小时 开庭审理的一个小时 很显然 比听勤准备阶段的一个小时 他的成本是更高的 那么如果一项活动 他能够在一个低成本的阶段完成 那有没有必要 把他放到一个高成本的阶段完成呢 这就是说 就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上 纠纷解决过程中 需要解决的相关事项 在哪个阶段完成 这就是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设计 要考虑的第二条红线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 为了赶时间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说 他包括呢 本国的民事诉讼理论 与信行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包括民事诉讼实践 包括民事诉讼法 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 包括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包括外国民事诉讼理论 和外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包括理论和制度 那其中在这五个研究对象中 最核心的或者最主要的 是诉讼法律制度 是诉讼法律制度 这是最主要的 关于这么一些问题的把握 我们后面在研究方法上 还会提到 那么这里头需要思考的呢 就是后头的研究的这么一些问题 它的研究开展 如何服务于本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加强 以及本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建设 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